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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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水千千 夏天要到了 所以呢今天要來做一些 比較清涼的食物 今天的食物呢就是 水土飯堆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幫你拿冰箱 好 首先呢 對我們家沒有西瓜刀 拔火拌 你看 我是蓋兒加朵嗎 整間女超人 喔 滴開了 哇 看起來好好吃喔 What a watermelon 接下來切開 很怕一不小心 太用力就直接滴開 哇 這西瓜 是我喜歡的那種 刷刷的 我是吃的長得比較沒有那麼正的 因為那個放下去會不好看 火龍果 木瓜 奇異果 好 接下來是這個 羊菜 然後基本上是10克對1000CC的水 今天要做2000CC 所以就要用20克出來 好 20剛好 好 羊菜放進去之後再把它剪小段一點 因為這樣融得比較快 接下來2000CC的水 接下來放糖 1000ml的水 放90克的砂糖 然後又有2000ml 我想說糖放少一點 好 滾了之後呢 把糖倒進去 好 接下來關火 等它放溫 接下來把水果放下去 西瓜墊厚一點 不然感覺 它是圓弧形的 油美 油美 真的油美 好 水果不要高於這個麵 接下來把這個 羊菜凍的湯 慢慢放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哇 哇 我們的西瓜 哇大餅 哇 這樣看起來不是很美 完成了 我們的水果派對 是不是就是水果派對 那我們現在把它切開看看 我們來切開看看 切開之後長這樣 有沒有很漂亮 我們再把它切成小一點點的 呃 碎掉了 碎掉了 呃 好 我發現切一切很容易碎掉 所以我們就先這樣吃好了 我們先來吃吃看這一個 有沒有看起來很漂亮 跟你們說非常好吃 就是它有那個各種水果的甜味 就吃起來就是水果本人 沒錯 它真的是水果本人 然後羊菜其實我本身糖放很少 所以你吃起來其實也不會有很膩的感覺 嗯 好吃 好 這塊切得最漂亮了 它這切開 我在想說我吉利丁的比例是不是比較不對 所以它 因為我不小心把一些那個 果汁給倒進去了 所以它感覺比較沒有那麼成塊 所以你們在自己在做的時候 要記得果汁千萬不要讓它滴下去 因為這樣子的話它就會變得比較水水的 嗯 而且這顏色真的很漂亮 這好像假的喔 不要再墊蚊子了 超死的 你不算是墊欸 一直墊蚊子 你剛才直播墊蚊子大家都聽到 就說這什麼聲音 我覺得你們真的一定要加木瓜 因為木瓜它味道還滿突出的 所以你吃一吃 就其它水果感覺很Balance 就突然出現一個木瓜的味道 其實滿香的 這一個水果太對 看起來好像心情很不好 垂頭了 它感覺垂頭喪氣的 再切一下 雖然說它切了之後很容易粉濕 但我還是很想切它 因為你們不覺得切起來畫面比較漂亮嗎 我還是用湯匙吃好了 很推薦大家帶小孩子做 我覺得我用的這麼噁心 大家一定會 媽媽應該會很崩潰 這很像那種山崩 就兩塊掉下來這樣子 唉唷可惡喔 那果汁太多了啦 吃完了 好 接下來是這一大個 哇嗚 看到怎麼吃才好 我剛剛切的我發現它很容易分濕 分濕 分濕 所以這樣切不知道會不會切成功 但我覺得切一切比較好吃 好 它又裂開了 我們還是直接這樣吃嗎 上次有人說看 你覺得我拿到很可怕 其實我自己有時候看我自己的影片 也覺得我拿到很可怕 傻眼欸 不要切不要切 不要切不要切 不要切就沒有事了 我剛剛切它 就裂開了 剛剛粉絲的那一段 這個可以先拿走開 就吃完 這樣就很可愛嘛 這樣有沒有很可愛 直接用湯匙挖 哇 這種密集恐懼症人驚嘆應該會緊張 因為這個區外剛好是火龍果最多的地方 天氣熱吃這個真的很舒服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會咖哩孫 我這樣吃一次涼涼的 一直吃一直吃 莫名覺得有點咖哩孫 吃完了 我只能說 因為它是半個大西瓜 所以吃起來其實有一點點飽 然後我跟你們說 你們在做的時候要切記 因為其實我當初在切水果的時候 就切的時候會有很多那個水果的湯汁 所以我再把它倒進去的時候 我就是其實沒有把那個湯汁濾乾淨 就直接把它倒進去 之後再加進去那個洋菜 我的果凍 就我的洋菜凍 跟我的水果沒有黏得很密合 所以你們在做的時候要記得 一定要把它果汁給瀝乾 做起來就比別家 不會像我一樣這麼辣菜 因為夏天到了嘛 所以其實做一點這種清涼的水果 我吃起來也不錯 而且也非常的健康 因為都是水果 然後洋菜凍的話 就是如果你糖不要放太多的話 其實也是不錯的 大家有機會的話可以試試看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掰 咖哩順 咖哩順 這樣吃起來好冷喔 不要切 不要切 不要切就沒有事了 那邊的影片 我想看我們等一下